欢迎收看的节目是2012年全美花式滑冰锦标赛 在男子个人的长曲部分的一个表演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Steven Carrier 他是22岁来自东部地区波士顿的选手 他今天选择的曲目呢 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当中的黑天鹅 一开始就是一个Triple Sakao 也就是三圈的沙丘 开始Carrier的企图心感觉上蛮强的哦 又是一次三圈的艾克索跳跃 Steven Carrier他过去在2007年 曾经是青少年花式滑冰市井赛的 一个金牌选手 又是一次Double Exo 也就是两圈阿克索跳跃 2012年的1月29号 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花式滑冰好手 聚集在加州圣河西的惠普体育馆 能够在全国各地的选拔赛当中脱颖而出 每一个选手都是身怀绝技 都各有特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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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的這首黑天鵝 其實在先前我們為您撥過的 女子組的最後的自由長取的決賽 另外一位選手Ashley Wagner 就是靠著這首黑天鵝 拿下了今年女子的一個金牌 剛才您看到的是 Carrie Egg在在座另外一次 三圈F所跳躍的時候 是出現了滑倒的狀況 停在三圈F'我身上 當時你來跟他相關 欸 一樣 你今天去一張 Would you like the customer? 來吧 用來會選擇 是 就是一連串的組合跳躍 這裡面包括了Triple Loop 三圈懸跳加上Double Toe 也就是兩圈的腳尖彈跳 這些跳躍的一些動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當長的一段組合旋轉 這是Steven Carrier 最後的Ending 來自波士頓的這位滑冰選手 Carrier Once again,Steven Carrier 來看看在剛才Carrier的一些表演過程 一開始的這個Triple Secau 就是三圈殺球表演的 是得到了評論的一致擊賞 不過後來的這個三圈艾克索跳躍就出現了摔倒的狀況 這一段組合跳躍也是得到了評論員的稱讚 好,來看看分數 Steven Carrier 這位暫時是排在第二名的一個位置